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 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式开采正在进行 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冰 地球上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 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 天然汽水和物开采出来 是一个世界难题 压叉变化情况怎么样 有些活动 但是我们工程要控制一下 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压叉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 控制好压叉就能阻止海底泥沙 涌进产气管道 此前日本的市开采 就是因为压叉控制不当 被迫在第七天终止 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冰 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 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 这座长117米高118米自重43,725吨的深海巨兽 名叫蓝晶一号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 这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 能够确保12级飓风下开采过程依然平稳安全 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答件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可燃冰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60天 产气总量超过30万立方米 产气时长产气总量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让祖国之地 让祖国之地 蓝晶一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 设计建造最高水平 从建造之初 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蓝晶一号大河隆工程的关键节点 蓝晶一号上半部船体 重达18727吨 相当于32架空客A380的重量 能够吊起它的 只有全球其重能力最强的泰山吊 泰山吊 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 高118米 设计提升重量高达20160吨 提起整个蓝晶一号的上船体 毫不费力 14个小时 蓝晶一号上下体河隆 一步到位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 最快捷的大河隆方式 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 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坤中坤有没有阻挡 没有阻挡可以继续前进 今天工程师将在码头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 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 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进行精准确认 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八个 它们推力的大小完全靠计算机 根据采集来的风力洋流等参数 自动计算并控制 是确保蓝晶一号 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 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 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 这是全球范围 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 过去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 仅安装费就需要一千多万元 现在中国工程师把安装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 保证精度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箱子已经到位了 已经顾你死了 生产经理程程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 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 这是一次跨系统跨行业的大协作 我来这已经九年了 九年前 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 那么现在逐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 这个是发自能心的由衷的自豪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十年前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 现在不仅能够自己制造 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 深海 海洋大国都在竞相开发的领域 海平面一千米以下 蕴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 全球30%的生物生活在海底 全球40%的油气资源 蔚来也将来自深海区 谁能率先拥有深海重气 谁将赢得属于蔚来的先机 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 即将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前往南海 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 深海勇士号长9米高4米重20吨 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 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能确保潜水器在4500米的水下 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 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 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 稍有松动极易发生短路 一百多个固定点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需要认真把关 此前全球只有日本掌握 磷酸铁锂电池在潜水器上的应用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五年前中国取得了突破 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 材料工业水银等各方面的对象极致 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系统调试一切正常 深海勇士号即将启航 中国南海海平面下4500米 是深海勇士号的目标 深海4500米 是海洋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率先拥有这个深度的勘探能力 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此前全球只有美国 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 拥有4500米 载人生前技术 通讯已经建立 正在进行水平检查 整个下潜需要90分钟 探索1号 深海勇士号的母船 湖镇和团队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 进行实时监控 每突破一米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叶聪 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 他和团队曾创造过在人身前 7062米的世界纪录 但挑战水下机械壁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 还是第一次 此前也没有国家进行过类似试验 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球形舱 深海勇士号的大脑 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 操作归程 叶聪早已了然于胸 机械壁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 为取样做准备 机械壁长两米 由六个关节和一个手爪组成 可以轻松抓起六十公斤重的物体 深海4500米 潜水器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每平方米被4600吨的重物压着 海底洋流 地质形态 都会对机械壁的稳定操作造成影响 机械壁抓取目标出现了 这是深海生物海绵 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 抓取过程 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 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 海底洋流涌动 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吹走 机械壁需要迅速将它放入 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 这根黑色的摇杆 控制着舱外机械壁的每一个动作 钱壮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目标 调节不同的力道 抓取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又抓住一只海星 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 这次海事 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六种海底标本 收集到四百多项珍贵数据 舱面人员注意观察瞭望 想起已经出来了 连续作业六个小时后 深海勇士号终于浮出水面 六个小时 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载人潜水器 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 泼水里 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 每盆水 队友们都混入 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这一口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 这一口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 深海勇士号四千五百米成功海事 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 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 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 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 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 完成深海观测 最大下潜深度 六千三百二十九米 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记录 深海载人潜水器 完成了第158次试验性应用下潜 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 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深海一万一千米 马里亚那海沟 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 成功到达海底 到2020年 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 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更深 更广 更远 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 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加快迈进 中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世界有近四分之一的贸易额 在这里发生 每年中国90%的对外贸易 要通过海运完成 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枢纽 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大港口 中国已经拥有七席 中国的一吨大港有34个 万吨级博位2300多个 形成了环温海 东南沿海 珠三角和西南沿海五个港口群 然而 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如此众多的大港中 真正的天然深水两岗数量非常稀少 疏通航道 俊身博位 中国依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海上利器 上海恒沙 中国自主建造的书骏船天极号 正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 天极号每天都要在这条深水航道上 连续工作20个小时 来保障每年2000多艘10万吨级船舶 自由进出航道 天极号工作的区域是长江黄金水稻的咽喉 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核第一 每年这里都会有4.8亿吨的泥沙淤积 形成长达60公里的蓝门沙水域 是通海航道的一大障碍 300多米宽的航道上 10艘天极号这样的书骏船 正在同时进行清淤作业 看点压力啊 看点压力表 船体开始固定 作业时 40米的钢桩首先抬起 插入30米深的江底 将船体牢牢固定 随后直径2.8米的脚刀头飞速运转 将板结的泥沙切削搅碎成泥浆 脚刀头是天极号的铁齿钢牙 每转一圈 脚刀头产生的力 可以将两厘米厚的钢板轻松击穿 每次作业前 流潮都要检查脚刀头 换下磨损严重的脚刀尺 54个脚刀尺 采用特殊的耐磨钢材料 强度是普通钢的两倍 无论是脚刀头特种钢的研制 还是脚刀尺切削角度的设计 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 整体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 这种大型输菌装备 十年前中国还必须依赖进口 现在中国不仅能够自主设计制造 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通过与船体相连的排泥管 将泥沙水混合物 输送到六公里外的横沙海岸 每天输菌船清理出的泥沙 可以填满100个标准足球场 排出的淤泥 经过沉淀 地基处理等工序 将填住成全新的陆地 横沙工程 这是中国滩土整治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边是前两年沉降的 你看都已经长得都是草 那边都有点树了 那边都有树了 刘超的脚下就是横沙岛 每个月他都会来这里观察土质的变化 过去十年 52平方公里的横沙岛不断扩大 2020年 这里将形成一个105平方公里的新区 上海第二个浦东将从这里拔地而起 因为填海 它是个人这个能力来抗拒这个大自然 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实现了 真的是可以填海了 依靠强大的输郡装备 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 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田造陆工程的国家之一 黄华港 25艘输郡船 只用了11个月就输郡了1.2亿立方米的航道 这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输郡奇迹 天津港 全球最大的人工深水港 60多年的连续郡挖 新造陆地超过100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曼哈顿 南海 面对海底的坚硬岩石 造岛神器天津号作业能力惊人 它能以每小时4500立方米的挖掘速度 将泥沙排放到6000米之外 每天能挖掘数万立方米海底岩石 中国的年输郡量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 输郡总量世界第一 从输郡大国向输郡强国迈进 中国还必须拥有更多的装备力气 这艘天津号是亚洲最大的脚溪输郡船 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140米长 9米高 输送功率世界第一 注入江水 吊起闸门 天津号将正式启航 作为新一代输郡船舶 天津号将成为全球输郡市场 最有竞争力的重型装备 就在天津号试水的同时 2000公里外 另一个巨型特种船舶装备 也即将接受一次极限工况的挑战 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排水量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它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他身上 凝结着过去数十年 中国桥梁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 这是一次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 林明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 正在对他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重6000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30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6000吨的最终接头 整个吊庄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的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 每根吊带长120米 直径40厘米 由14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菱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1.2万吨重物 并做360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6000吨的东西去这么转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之前去转 林明他们这次安装的难度极大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对接时水下安装余量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推力 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 需要振华三菱保持绝对平衡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梦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90度旋转持续了4个小时 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 1号落4公分 1号落4公分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17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接头精准着床 对接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 另一端是2.6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全线贯通 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 发展这么多点 过去看工程 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港珠澳工程 你要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要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 能够干出 观念要变 不是过去有什么用什么不做 而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干出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 新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 位居世界第一 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国之重器助理下 磅礴声发的海上建设 正在谱写壮丽的时代划张 中国的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属于世界第一流 已经形成了 从事高级所船舶海洋工程装备 研制的世界一流的能力 正在向全球海洋工程装备的中高端进化 加快海洋强阻建设 造船强阻建设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也是人类的蓝色粮仓 作为海洋大国 全世界海洋养殖业 百分之六十在中国 每年中国的海产品 为中国人提供着三分之一的优质蛋白 怎样让百姓吃上绿色 安全放心的海产品 让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同样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烟台长岛 这里的四万名渔民 世代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生 2018年夏季 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大工程 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代海洋牧民 鱼胶制作工厂 工人们正在组装的 这个金字塔形的设施 就是鱼胶 未来海洋牧场的草场 夏季到来前 数以百计的塔形鱼胶 会在长岛海域大规模投放 每个鱼胶长宽7米 高3米 不同大小的水泥圆盘 通过长条水泥柱串联 可以将单体鱼胶表面积 扩展到近126平方米 投入海底后 海藻可以大量附着 配合鱼胶自身形成上升的导流效应 为鱼群卷起大量食物 多个鱼胶在海底密集铺设 将构成鱼群聚集区 充足的食物和复杂的结构 形成鱼群繁殖栖息的庇护所 通过水下测身仪 对海底进行区域高度测量 工程师刘敬杨彦 可以清晰地了解海底地形的走势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点测 然后这个高度差 比如说这有坑 这有山 这有坡 或者是这 这有什么特殊的地形 我这是可以记录出来的 他们要在海底找到一个平缓区域 铺设鱼胶 以达到聚荣鱼群的最佳效果 长岛海岸的平台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正在为海洋牧民 装饰他们未来的家 这是全球第一个民用海洋牧场平台 也是海洋牧民们海上的移动帐篷 未来 它将固定在鱼胶上方 与鱼胶共同构成完整的 海洋牧场体系 经理鲁晓正在测试平台升降的同步性 四根巨大的装腿 是海洋牧场的定海神针 升降过程中 四根装腿必须保持同步 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 完成今天的测试 鲁晓胸有成竹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 这两边基本上高度拍就放回来了 过去十年 鲁晓他们已经建造了 二十多座大型海上钻井平台 将完全可以媲美军工装备精度的液压装置 用于民用装备 他们有着丰富经验 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海洋牧场平台 即将从这里驶向三十海里外的海域 一百组鱼胶 同时到达指定海域 再过几个月 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机 更加尊重生态 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 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 焕发活力 这是中国最大的海水氮化工程 每三吨海水可以提取两吨氮水 比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海水氮化系统 利用率高出33% 这是全球第四大潮汐发电站 能利用潮水涨落双向发电 是世界最先进的潮汐发电工程之一 这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厂 一百五十四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四百八十二兆瓦 每年的发电量 可供三十万户城市家庭使用一年 开发建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还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来支撑 放眼世界 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运强国 中国的船队综合运力 已经达到2.46亿载重吨 位居全球第三 散货船队 油轮船队和集装箱船队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前三的行列 这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座 福氏生产储泄油平台希望六号 为英国公司定制 总装完成后 这个储油能力高达4.4万桶 18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即将启航 前往一万四千海里外的英国 希望六号没有自航行能力 需要用船拖带 小型拖轮不足以支撑万里航行 必须使用这种专业特种运输装备 办前船 办前船 有点像海上插车 可以把希望六号拖运远航 海上平台 潜艇 这些超长 超重 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海上重器 都必须靠它来完成长距离运输 星光滑轮 中国自主建造 载重十万吨 是全球第二大半潜船 团长高正汉 正在根据天气预报 确认装载计划 这个流浪比较小 就这么一个窗口 后面的话就多少几天 这个哪一天 但是往后都没机会 天气预报预测 15个小时后 海上风力将达到7级 无法进行装载 留给高正汉的最佳装载时间 只有12个小时 装载开始 新光滑轮半潜船 要像潜艇一样 下潜到24米吃水 等待拖船将希望6号 拖至甲板上方位置 完成海上固定 接下来 新光滑轮甲板上浮 与希望6号底盘对接 像叉车一样 将希望6号拖起 此时 风浪洋流的任何变化 都很可能会影响到装载 而装载的最大难度在于 希望6号的底盘很特殊 留有石油管道接口 这要求海上叉车 与希望6号要精准对接 在海水中操作 难度堪比飞机的空中加油 装载过程不能有任何磕碰 两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 这个巨大的八角形木敦阵 由680块木敦 2000块脚缸组成 摆放位置全部经过精密计算 是专门根据希望6号的底盘设计的保护之作 这个海上叉车开始下降 希望6号驾驶舱内 工作人员要通过压载系统 配合半前船 随时调整姿态 新光滑方盘开一下前面的池水 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装盘条件 是前面22.77 后面22.02 70公分的驾驶 托轮将希望6号 托运至新光滑轮上方 揽绳八字交错 将希望6号的圆筒型船身牢牢锁定 防止偏转 甲板上浮 此时希望6号必须根据海流风速 随时调整姿态 水下对接的鱼量仅有15厘米 两船必须精确配合 用时10小时 希望6号装载完成 半前船 是体现一个国家海洋装备 运输实力的战略型装备 今天中国的半前船总数已达25艘 覆盖2万吨到10万吨所有级别 位居全球首位 甲板上 英国业主正在记录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中国制造并承运 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超级装备 他们看重的 正是中国海工装备的制造与高端运输 双重实力 认为这一种第一次装备 设计和装备在中国 有了大质量 设定的额图 也有很难的 为全国家人 但是在一起工作 我们都能够设计和装备 非常高的工具 做完最后的加固 大船向英国西部群岛进发 从远洋运输服务到远洋科考探测 中国远洋装备的制造能力 正向全产业链延伸 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远望七号远洋测量船 已经为天舟一号的发射立下赫赫战功 这艘大型测量船装载有947套科研设备 是国际一流的海上科学城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已经31次赴南极 6次赴北极执行科考补给任务 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记录 中国自主建造的21000吨极地冰区 大型模块运输船 可以在零下55度工作 面对1.9米的冰层 仍能保持五节航速 是世界特种船领域里 极具竞争力的运输类船舶 助力中国舰队远洋航行的 还有这些大家伙 这是全球海洋运输的旗舰船型 可以装载2万个标准集装箱的巨型货轮 这艘海上巨无霸 有24层楼高 甲板面积有24个游泳池大 所有集装箱交由单列火车乘运 长度可达147公里 编号为852C的部件正在吊装 它是集装箱货轮的首部分段 一万多平方米的露天仓库 这些都是等待吊装搭建仓库用的 大型部件 总共有420个 它的建造精度标准 远高于其他海上货轮 船体内 另一项高精度要求的工作正在进行 甲板上23列 每列有11层 舱内21列 每列有11层 所有香味 都必须用安装架逐一测试 要保证2万个集装箱 每一个都精准装入香味 误差标准仅为5毫米 深夜11点 工程师们正在调整测量设备的数据 这是测量尾轴中心点的最佳时间 尾轴首尾基准点长达68米 工程技术人员要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 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5度 这是确保船体各部位温差不超过3度的绝佳温度 工人们在船尾基准点上安装照光镜 再将两个中心带有镜片的十字形装置 固定到尾轴管的首位 赵光镜与两个十字形装置的中心点 必须完全重合 这些独特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完全由中国工程师研发创造 30多年的造船经验 已经帮助中国工程师们成功建造了50多艘大型船只 今天 中国自主建造的2万标准集装箱船 已经达到20艘 拥有30%的全球份额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 作为世界造船大国 中国的船舶订单量 建造量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 三大指标 世界第一 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 95%以上 中国人都能造 这是全球载货量最大的40万吨级矿砂船 中国制造 创到了全球铁矿石阶线的最快纪录 LNG船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只有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建造 这是世界第一艘4000车位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 确立了中国造船业在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船型领域的领先地位 阳翻碧海 挺进深蓝 中国这艘巨轮正批拨斩浪 在这颗蔚蓝星球上画出一道壮美的航蓝 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 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试开采正在进行 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冰 地球上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 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天然汽水核物开采出来 是一个世界难题 压双变化情况怎么样 有些波动 但是我们工程上控制一下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压叉 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 控制好压叉 就能阻止海底泥沙涌进产气管道 此前 日本的市开采 就是因为压叉控制不当 被迫在第七天终止 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冰 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 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 这座长117米 高118米 自重43,725吨的深海巨瘦 名叫蓝晶一号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 这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 能够确保12级飓风下开采过程依然平稳安全 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搭建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可燃冰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60天 产气总量超过30万立方米 产气时长产气总量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向祖国之力 蓝晶一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 设计建造最高水平 从建造之初 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蓝晶一号大河隆工程的关键节点 蓝晶一号上半部船体 重达18727吨 相当于32架空客A380的重量 能够钓起它的 只有全球其重能力最强的泰山钓 泰山钓 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 高118米 设计提升重量高达20160吨 提起整个蓝晶一号的上船体 毫不费地 14个小时 蓝晶一号上下体河隆 一步到位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 最快捷的大河隆方式 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 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坤 中坤 有没有阻挡 没有阻挡 可以继续前进 今天 工程师将在码头 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 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 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 进行精准确认 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八个 它们推力的大小 完全靠计算机 根据采集来的风力 洋流等参数 自动计算并控制 是确保蓝晶一号 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 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 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 这是全球范围 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 过去 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 仅安装费就需要一千多万元 现在 中国工程师 把安装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 保证精度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箱子已经到位了 已经固定死了 生产经理程程 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 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 这是一次跨系统 跨行业的大协作 我来这已经9年了 9年前 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 那么现在 逐渐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 这个是发自能心的 由衷的自豪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十年前 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 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 现在 不仅能够自己制造 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 深海 海洋大国都在竞相开发的领域 海平面一千米以下 蕴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 全球30%的生物生活在海底 全球40%的油气资源 未来也将来自深海区 谁能率先拥有深海重气 谁将赢得属于未来的先机 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 即将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前往南海 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 深海勇士号 长9米 高4米 重20吨 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振 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能确保潜水器 在4500米的水下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 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 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 稍有松动 极易发生短路 100多个固定点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需要认真把关 此前 全球只有日本掌握 磷酸铁锂电池在潜水器上的应用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五年前 中国取得了突破 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 材料工业水银等各方面 得对象极致 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系统调试一切正常 深海勇士号即将启航 中国南海 海平面下4500米 是深海勇士号的目标 深海4500米 是海洋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率先拥有这个深度的勘探能力 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此前 全球只有美国 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 拥有4500米载人深潜技术 航讯已经建立 正在今天随便检查 整个下潜需要90分钟 探索一号 深海勇士号的母船 湖镇和团队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 进行实时监控 一切正常 一号 直到 那你们开始注射下潜 好的 勇士报告一号 下潜完毕 每突破一米 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叶聪 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 他和团队曾创造过载人身前7062米的世界纪录 但挑战水下机械臂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 还是第一次 此前也没有国家进行过类似试验 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球形舱 深海勇士号的大脑 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 操作归程 叶聪早已了然于胸 机械臂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 为取样做准备 机械臂长两米 由六个关节和一个手爪组成 可以轻松抓起60公斤重的物体 深海4500米 潜水器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每平方米被4600吨的重物压着 海底洋流 地质形态 都会对机械臂的稳定操作造成影响 机械臂抓取目标出现了 这是深海生物海绵 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 抓取过程 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 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 海底洋流涌动 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吹走 机械臂需要迅速将它放入 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 这根黑色的摇杆 控制着舱外机械臂的每一个动作 钱壮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不同的力道 抓取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又抓住一只海星 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 这次海市 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六种海底标本 收集到四百多项珍贵数据 舱面人员 注意观察瞭望 现在出来了 前期已经出来了 连续作业六个小时后 深海勇士号终于浮出水面 六个小时 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载人潜水器 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 泼水里 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 每盆水 队友们都混入 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这一口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 这一口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 深海勇士号四千五百米成功海事 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 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 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 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 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 完成深海观测 最大下潜深度六千三百二十九米 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记录 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完成了第158次试验性应用下潜 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 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深海一万一千米 马里亚纳海沟 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 成功到达海底 到2020年 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 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更深 更广 更远 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 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 加快迈进 中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世界有近四分之一的贸易额 在这里发生 每年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对外贸易 要通过海运完成 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枢纽 港口扮演着一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大港口 中国已经拥有七席 中国的一吨大港有34个 万吨级博位2300多个 形成了环渤海 长三角 东南沿海 珠三角和西南沿海 五个港口群 然而 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 如此众多的大港中 真正的天然深水两港 数量非常稀少 疏通航道 俊身博位 中国依靠的是一种 独特的海上利器 上海恒沙 中国自主建造的 舒骏船天极号 正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 天极号 每天都要在这条深水航道上 连续工作20个小时 来保障每年2000多艘 10万吨级船舶 自由进出航道 天极号工作的区域 是长江黄金水稻的咽喉 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核第一 每年这里都会有 4.8亿吨的泥沙淤积 形成长达60公里的 蓝门沙水域 是通海航道的一大障碍 300多米宽的航道上 十艘天极号这样的舒骏船 正在同时进行轻淤作业 看点压力 看点压力 船体开始固定 作业时 40米的钢桩首先抬起 插入30米深的江底 将船体牢牢固定 随后直径2.8米的脚刀头 飞速运转 将板结的泥沙切削 搅碎成泥浆 脚刀头是天极号的铁齿钢牙 每转一圈 脚刀头产生的力 可以将两厘米厚的钢板 轻松击穿 每次作业前 刘潮都要检查脚刀头 换下磨损严重的脚刀尺 54个脚刀尺 采用特殊的耐磨钢材料 强度是普通钢的两倍 无论是脚刀头特种钢的研制 还是脚刀尺切削角度的设计 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 整体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 这种大型输浸装备 十年前 中国还必须依赖进口 现在中国不仅能够 自主设计制造 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通过与船体相连的排泥管 将泥沙水混合物输送到 六公里外的恒沙海岸 每天书浸船清理出的泥沙 可以填满一百个标准足球场 排出的淤泥 经过沉淀 地基处理等工序 将填住成全新的陆地 恒沙工程 这是中国滩土整治史上 最大的工程 这边是前两年沉降的 你看都已经长得都是草 那边都有点树了 那边都有树 刘超的脚下就是恒沙岛 每个月他都会来这里 观察土质的变化 过去十年 52平方公里的恒沙岛 不断扩大 2020年这里将形成一个 105平方公里的新区 上海第二个浦东将从这里拔地而起 因为天海 它是个人这个能力来抗拒这个大自然 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实现了 真的是可以填海了 依靠强大的输浸装备 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 大规模吹田造陆工程的国家之一 黄华港 25艘输浸船 只用了11个月就输浸了1.2亿立方米的航道 这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输浸奇迹 天津港 全球最大的人工深水港 60多年的连续峻挖 新造陆地超过100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曼哈顿 南海 面对海底的坚硬岩石 造导神器天津号作业能力惊人 它能以每小时4500立方米的挖掘速度 将泥沙排放到6000米之外 每天能挖掘数万立方米海底岩石 中国的年输浸量 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 输浸总量世界第一 从输浸大国向输浸强国迈进 中国还必须拥有更多的装备力气 这艘天津号是亚洲最大的脚溪输浸船 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140米长 9米高 输送功率世界第一 注入江水 吊起闸门 天津号将正式启航 作为新一代输浸船舶 天津号将成为全球输浸市场 最有竞争力的重型装备 就在天津号试水的同时 2000公里外 另一个巨型特种船舶装备 也即将接受一次极限工况的挑战 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海水量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它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签混凝土结构 重6000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30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6000吨的最终接头 整个吊庄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的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 每根吊带长120米 直径40厘米 由14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菱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1.2万吨重物 并做360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6000多顿东西去这么转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之前去转 林明他们这次安装的难度极大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对接时水下安装余量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推力 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 需要振华三菱保持绝对平衡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孟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90度旋转 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17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接头精准着床 对接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 另一端是2.6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全线贯通 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 发展这么多的 过去看工程 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港珠澳大桥 你要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要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 能够干成 观念也有变 不是过去有什么用什么不做 而你想怎么干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 新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 位居世界第一 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国之重器助理下 磅礴声发的海上建设 正在谱写壮丽的时代划张 中国的船船航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属于世界第一流 已经形成了 从事高级船船航海洋工程装备 研制的世界一流的能力 正在向全球海洋工程装备的 中高端进化 加快海洋强国健身 造船强国健身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也是人类的蓝色粮仓 作为海洋大国 全世界海洋养殖业 60%在中国 每年中国的海产品 为中国人提供着 三分之一的优质蛋白 怎样让百姓吃上 绿色 安全 放心的海产品 让海洋生态环境 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同样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烟台长岛 这里的四万名渔民 世代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生 2018年夏季 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大工程 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代海洋牧民 鱼胶制作工厂 工人们正在组装的这个金字塔形的设施 就是鱼胶 未来海洋牧场的草场 夏季到来前 数以百季的塔形鱼胶 会在长岛海域大规模投放 每个鱼胶长宽7米 高3米 不同大小的水泥圆盘 通过长条水泥柱串联 可以将单体鱼胶表面积 扩展到近126平方米 投入海底后 海藻可以大量附着 配合鱼胶自身形成上升的导流效应 为鱼群卷起大量食物 多个鱼胶在海底密集铺设 将构成鱼群聚集区 充足的食物和复杂的结构 形成鱼群繁殖栖息的庇护所 通过水下侧身仪 对海底进行区域高度测量 工程师刘敬杨彦 可以清晰地了解海底地形的走势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点测 然后这个高度差 比如说这有坑 这有山 这有坡 或者是这 这有什么特殊的地形 我这是可以记录出来的 他们要在海底找到一个平缓区域 铺设鱼胶 以达到聚荣鱼群的最佳效果 长岛海岸的平台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正在为海洋牧民 装饰他们未来的家 这是全球第一个民用海洋牧场平台 也是海洋牧民们海上的移动帐篷 未来 它将固定在鱼胶上方 与鱼胶共同构成完整的海洋牧场体系 经理卢曉 正在测试平台升降的同步性 四根巨大的庄腿 是海洋牧场的定海神针 升降过程中 四根庄腿必须保持同步 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 完成今天的测试 卢曉胸有成竹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 这两边即将高度 它就看不出来了 过去十年 卢曉他们已经建造了 二十多座大型海上钻井平台 将完全可以媲美军工装备精度的液压装置 用于民用装备 他们有着丰富经验 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海洋牧场平台 即将从这里驶向三十海里外的海域 一百组鱼胶 同时到达指定海域 再过几个月 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机 更加尊重生态 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 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 焕发活力 这是中国最大的海水氮化工程 每三吨海水可以提取两吨氮水 比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海水氮化系统 利用率高出33% 这是全球第四大潮汐发电站 能利用潮水涨落双向发电 是世界最先进的潮汐发电工程之一 这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厂 一百五十四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482兆瓦 每年的发电量 可供三十万户城市家庭使用一年 开发建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还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来支撑 放眼世界 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运强国 中国的船队综合运力 已经达到2.46亿载重吨 位居全球第三 散货船队 油轮船队和集装箱船队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前三的行列 这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座 福氏生产储泄油平台希望六号 为英国公司定制 总装完成后 这个储油能力高达4.4万桶 18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即将启航 前往一万四千海里外的英国 希望六号没有自航行能力 需要用船拖带 小型拖轮不足以支撑万里航行 必须使用这种专业特种运输装备 办前船 办前船 有点像海上插车 可以把希望六号拖运远航 海上平台 潜艇 这些超长 超重 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海上重器 都必须靠它来完成长距离运输 星光滑轮 中国自主建造 载重十万吨 是全球第二大半前船 团长高正汉 正在根据天气预报 确认装载计划 这个流浪比较小就这么一个窗口 后面的话就多少几天 不知道哪一天 但是往后都没机会 天气预报预测 15个小时后 海上风力将达到7级 无法进行装载 留给高正汉的最佳装载时间 只有12个小时 装载开始 新光滑轮半前船 要像潜艇一样下潜到24米吃水 等待拖船将希望六号 拖至甲板上方位置 完成海上固定 接下来 新光滑轮甲板上浮 与希望六号底盘对接 像叉车一样将希望六号拖起 此时 风浪洋流的任何变化 都很可能会影响到装载 而装载的最大难度在于 希望六号的底盘很特殊 留有石油管道接口 这要求海上叉车 与希望六号要精准对接 在海水中操作 难度堪比飞机的空中加油 装载过程 不能有任何磕碰 两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 这个巨大的八角形木敦阵 由680块木敦 2000块脚缸组成 摆放位置全部经过精密计算 是专门根据希望六号的底盘设计的保护之作 这个海上叉车开始下降 希望六号驾驶舱内 工作人员要通过压载系统 配合半前船 随时调整姿态 新光滑轮 帮忙看一下前面的池水 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装盘的条件 是前面22.77 后面22.02 70公分的73 托轮将希望六号托运至新光滑轮上方 缆绳八字交错 将希望六号的圆筒型船身牢牢锁定 防止偏转 甲板上浮 此时希望六号必须根据海流风速 随时调整姿态 水下对接的鱼量仅有15厘米 两船必须精确配合 我先车一下 这个是个脚 行车 向右 我保证一点点速度往前走 前面脚我从地方往 用时十小时 希望六号装载完成 半前船 是体现一个国家海洋装备运输实力的战略型装备 今天中国的半前船总数已达25艘 覆盖2万吨到10万吨所有级别 位居全球首位 甲板上 英国业主正在记录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中国制造并乘运 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超级装备 他们看中的 正是中国海工装备的制造与高端运输 运输 双重实力 作用的部分 因此海洋和海洋工程装备和船舶产业 必定会向这么一个大的运输服务体系 逐步拓展 既发展经济 发展技术 也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无穷的驱动力 做完最后的加固 大船向英国西部群岛进发 从远洋运输服务到远洋科考探测 中国远洋装备的制造能力正向全产业链延伸 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远旺七号远洋测量船 已经为天舟一号的发射 立下赫赫战功 这艘大型测量船装载有947套科研设备 是国际一流的海上科学城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已经31次赴南籍 6次赴北籍执行科考补给任务 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记录 中国自主建造的 21000吨极地冰区大型模块运输船 可以在零下55度工作 面对1.9米的冰层仍能保持五节航速 使世界特种船领域里极具竞争力的运输类船舶 助力中国舰队远洋航行的还有这些大家伙 这是全球海洋运输的旗舰船型 可以装载2万个标准集装箱的巨型货轮 这艘海上巨无霸 有24层楼高 甲板面积有24个游泳池大 所有集装箱交由单列火车乘运 长度可达147公里 编号为852C的部件正在吊装 它是集装箱货轮的首部分段 一万多平方米的露天仓库 这些都是等待吊装搭建仓库用的大型部件 总共有420个 它的建造精度标准 远高于其他海上货轮 船体内 另一项高精度要求的工作正在进行 甲板上23列 每列有11层 舱内21列 每列有11层 所有箱位 都必须用安装架逐一测试 要保证2万个集装箱 每一个都精准装入箱位 误差标准仅为5毫米 深夜11点 工程师们正在调整测量设备的数据 这是测量尾轴中心点的最佳时间 尾轴首尾基准点长达68米 工程技术人员要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 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5度 这是确保船体各部位温差不超过3度的绝佳温度 工人们在船尾基准点上安装照光镜 再将两个中心带有镜片的十字形装置 固定到尾轴管的首位 赵光镜与两个十字形装置的中心点 必须完全重合 这些独特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完全由中国工程师研发创造 30多年的造船经验 已经帮助中国工程师们成功建造了50多艘大型船只 今天 中国自主建造的2万标准集装箱船 已经达到20艘 拥有30%的全球份额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 作为世界造船大国 中国的船舶订单量 建造量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 三大指标 世界第一 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 95%以上 中国人都能造 这是全球载货量最大的40万吨级矿沙船 中国制造 创到了全球铁矿石阶线的最快记录 LNG船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只有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建造 这是世界第一艘4000车位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 确立了中国造船业在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船型领域的领先地位 扬帆地海 挺进深蓝 中国 这艘巨轮正运 以海复国 以海强国 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 正拥抱深蓝 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 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兵试开采正在进行 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兵 地球上可燃兵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 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天然汽水合物开采出来 是一个世界难题 压叉变化情况怎么样 有些活动 但是我们工程上控制一下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压叉 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 控制好压叉就能阻止海底泥沙涌进产气管道 此前 日本的试开采就是因为压叉控制不当 被迫在第七天终止 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兵 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 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 这座长117米 高118米 自重43,725吨的深海巨瘦 名叫南京一号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 这是全球最大 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 能够确保12级飓风下 开采过程依然平稳安全 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搭建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可燃兵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60天 产气总量超过30万立方米 产气时长 产气总量 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向祖国世界 向祖国世界 南京一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 设计建造最高水平 从建造之初 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南京一号大河隆工程的关键节点 南京一号上半部船体 重达18727吨 相当于32架空客A380的重量 能够钓起它的 只有全球其重能力最强的泰山钓 泰山钓 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 高118米 设计提升重量高达2万0160吨 提起整个南京一号的上船体 毫不费力 14个小时 南京一号上下体合拢 一步到位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最快捷的大河隆方式 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 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坤中坤有没有阻挡 没有阻挡可以继续前进 今天工程师将在码头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 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进行精准确认 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八个 它们推力的大小完全靠计算机根据采集来的风力洋流等参数 自动计算并控制 是确保南京一号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 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 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 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 过去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 仅安装费就需要一千多万元 现在中国工程师把安装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 保证精度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胸子已经到位了 已经固定死了 生产经理程程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 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 这是一次跨系统跨行业的大协作 我来这已经九年了 九年前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 那么现在逐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 这个是发的内心的由衷的自豪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十年前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 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 现在不仅能够自己制造 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 深海海洋大国都在竞相开发的领域 海平面一千米以下 蕴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 全球30%的生物生活在海底 全球40%的油气资源 未来也将来自深海区 谁能率先拥有深海重气 谁将赢得属于未来的先机 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 即将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前往南海 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 深海勇士号长9米高4米重20吨 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 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能确保潜水器 在4500米的水下 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 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 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 稍有松动 极易发生短路 100多个固定点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需要认真把关 此前全球只有日本掌握 磷酸铁锂电池 在潜水器上的应用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五年前 中国取得了突破 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 材料工业水银等各方面 都对象极致 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系统调试一切正常 深海勇士号 深海4500米 是海洋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率先拥有这个深度的勘探能力 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此前全球只有美国 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 拥有4500米载人深潜技术 航讯已经建立 正在进行水平检查 整个下潜需要90分钟 探索一号 深海勇士号的母船 胡镇和团队 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 进行实时监控 一切正常 一号 知道 原理没开始注射下潜 勇士报告一号 下潜完毕 每突破一米 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叶聪 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 他和团队 曾创造过载人深潜 7062米的世界纪录 但挑战水下机械壁 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 还是第一次 此前也没有国家 进行过类似试验 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球形舱 深海勇士号的大脑 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 操作归程 叶聪早已了然于胸 机械壁 机械壁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 为取样做准备 机械壁长两米 由六个关节和一个手爪组成 可以轻松抓起60公斤重的物体 深海4500米 潜水器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每平方米 被4600吨的重物压制 海底洋流 地质形态 都会对机械壁的稳定操作 造成影响 机械壁抓取目标出现了 这是深海生物海绵 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 抓取过程 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 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 海底洋流涌动 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 吹走 机械壁需要迅速将它放入 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 这根黑色的摇杆 控制着舱外机械壁的每一个动作 钱状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不同的力道 抓取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又抓住一只海星 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 这次海市 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六种海底标本 收集到四百多项珍贵数据 舱面人员注意观察瞭望 前进已经出来了 连续作业六个小时后 深海泳士号终于浮出水面 六个小时 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载人潜水器 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 泼水里 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 每盆水 队友们都混入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这一口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 这一口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 深海泳士号四千五百米成功海事 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 由集成创新 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 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 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 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 完成深海观测 最大下潜深度六千三百二十九米 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 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完成了第一百五十八次 试验性应用下潜 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 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深海一万一千米 马里亚那海沟 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 成功到达海底 到二零二零年 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 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更深 更广 更远 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 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 加快迈进 中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世界有近四分之一的贸易额 在这里发生 每年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对外贸易 要通过海运完成 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枢纽 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货物吞吞吐量前十大港口 中国已经拥有七席 中国的一吨大港有三十四个 万吨级博位两千三百多个 形成了环渤海 长三角 东南沿海 珠三角和西南沿海 五个港口群 然而 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 如此众多的大港中 真正的天然深水两港 数量非常稀少 疏通航道 俊身博位 中国依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海上利器 上海恒沙 中国自主建造的 舒骏船天极号 正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 天极号每天都要在这条深水航道上 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 来保障每年两千多艘 十万吨级船舶 自由进出航道 天极号工作的区域 是长江黄金水稻的咽喉 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核第一 每年这里都会有 4.8亿吨的泥沙淤积 形成长达60公里的蓝门沙水域 是通海航道的一大障碍 三百多米宽的航道上 十艘天极号这样的舒骏船 正在同时进行清淤作业 看点压力 看点压力 船体开始固定 作业时 40米的钢桩首先抬起 插入30米深的浆底 将船体牢牢固定 随后直径2.8米的角刀头 飞速运转 将板结的泥沙切削 搅碎成泥浆 角刀头是天极号的铁齿钢牙 每转一圈 角刀头产生的力 可以将两厘米厚的钢板轻松击穿 每次作业前 刘潮都要检查角刀头 换下磨损严重的角刀尺 54个角刀尺 采用特殊的耐磨钢材料 强度是普通钢的两倍 无论是角刀头特种钢的研制 还是角刀尺切削角度的设计 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 整体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 这种大型输菌装备 十年前中国还必须依赖进口 现在中国不仅能够自主设计制造 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通过与船体相连的排泥管 将泥沙水混合物 输送到六公里外的横沙海岸 每天书浚船清理出的泥沙 可以填满一百个标准足球场 排出的淤泥 经过沉淀 地基处理等工序 将填住成全新的陆地 横沙工程 这是中国滩土整治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边是前两年成像的 你看都已经长得都是草 那边都有点树了 刘超的脚下就是横沙岛 每个月他都会来这里观察土质的变化 过去十年 52平方公里的横沙岛不断扩大 2020年 这里将形成一个105平方公里的新区 上海第二个浦东将从这里拔地而起 因为填海 它是个人这个能力来抗拒这个大自然 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实现了 真的是可以填海了 依靠强大的输浸装备 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 大规模吹田造陆工程的国家之一 黄华港 25艘输浸船 只用了11个月就输浸了1.2亿立方米的航道 这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输浸奇迹 天津港 全球最大的人工深水港 60多年的连续浸挖 新造陆地超过100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曼哈顿 南海 面对海底的坚硬岩石 造岛神器天津号作业能力惊人 它能以每小时4500立方米的挖掘速度 将泥沙排放到6000米之外 每天能挖掘数万立方米海底岩石 中国的年输浸量 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 输浸总量世界第一 从输浸大国向输浸强国迈进 中国还必须拥有更多的装备力气 这艘天津号是亚洲最大的 较西输军船 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140米长 9米高 输送功率 天津号将成为全球输军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重型装备 就在天津号试水的同时 2000公里外 另一个巨型特种船舶装备 也即将接受一次极限工况的挑战 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排水量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它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他身上 凝结着过去数十年 中国桥梁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 这是一次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 林明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 正在对他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重六千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三十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六千吨的最终接头 整个吊庄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的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 每根吊带长一百二十米 直径四十厘米 由十四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菱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一点二万吨重物 并做三百六十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六千吨的东西去这么转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之前去转 林明他们这次安装的难度极大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对接时水下安装余量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推力 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 需要振华三菱保持绝对平衡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孟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九十度旋转 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十七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接头精准着床 对接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 另一端是2.6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全线贯通 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 发展这么多年 过去看工程 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港珠澳大桥 你要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要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 能够干出来 观念有一个变的 不是过去有什么用什么不做 而你想怎么干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 新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 位居世界第一 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国之重器助力下 磅礴声发的海上建设 正在谱写壮丽的时代花张 中国的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属于世界第一流 已经形成了 从事高级船舶海洋工程装备 研制的世界一流的能力 正在向全球海洋工程装备的中高端进化 加快海洋枪备健身 造船强备健身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也是人类的蓝色粮仓 作为海洋大国 全世界海洋养殖业 百分之六十在中国 每年中国的海产品 为中国人提供着三分之一的优质蛋白 怎样让百姓吃上绿色 安全放心的海产品 让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同样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烟台长岛 这里的四万名渔民 世代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生 2018年夏季 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大工程 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代海洋牧民 鱼胶制作工厂 工人们正在组装的这个金字塔形的设施 就是鱼胶 未来海洋牧场的草场 夏季到来前 数以百季的塔形鱼胶 会在长岛海域大规模投放 每个鱼胶长宽7米 高3米 不同大小的水泥圆盘 通过长条水泥柱串联 可以将单体鱼胶表面积 扩展到近126平方米 投入海底后 海藻可以大量附着 配合鱼胶自身形成上升的导流效应 为鱼群卷起大量食物 多个鱼胶在海底密集铺设 将构成鱼群聚集区 充足的食物和复杂的结构 形成鱼群繁殖栖息的庇护所 通过水下侧身仪 对海底进行区域高度测量 工程师刘敬 杨彦 可以清晰地了解海底地形的走势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点测 然后这个高度差 比如说这有坑 这有山 这有坡 或者是这有什么特殊的地形 我这是可以记录出来的 他们要在海底找到一个平缓区域 铺设鱼胶 以达到聚荣鱼群的最佳效果 长岛海岸的平台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正在为海洋牧民 装饰他们未来的家 这是全球第一个民用海洋牧场平台 也是海洋牧民们海上的移动帐篷 未来它将固定在鱼胶上方 与鱼胶共同构成完整的海洋牧场体系 经理卢曉正在测试平台升降的同步性 四根巨大的庄腿 是海洋牧场的定海神针 升降过程中 四根庄腿必须保持同步 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 完成今天的测试 卢曉胸胸有成竹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 这两边即将高度 它就看了回来了 过去十年 卢曉他们已经建造了 二十多座大型海上钻井平台 将完全可以媲美军工装备精度的液压装置 用于民用装备 他们有着丰富经验 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海洋牧场平台 即将从这里驶向三十海里外的海域 一百组鱼胶同时到达指定海域 再过几个月 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机 更加尊重生态 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 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 焕发活力 这是中国最大的海水氮化工程 每三吨海水可以提取两吨氮水 比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海水氮化系统 利用率高出33% 这是全球第四大潮汐发电站 能利用潮水涨落双向发电 是世界最先进的潮汐发电工程之一 这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厂 一百五十四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482兆瓦 每年的发电量 可供三十万户城市家庭使用一年 开发建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还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来支撑 放眼世界 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运强国 中国的船队综合运力 已经达到2.46亿载重吨 位居全球第三 散货船队 油轮船队和集装箱船队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前三的行列 这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座 福氏生产储泄油平台希望六号 为英国公司定制 总装完成后 这个储油能力高达4.4万桶 18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即将启航 前往一万四千海里外的英国 希望六号没有自航行能力 需要用船拖带 小型拖轮不足以支撑万里航行 必须使用这种专业特种运输装备 办前船 办前船 有点像海上插车 可以把希望六号拖运远航 海上平台 潜艇 这些超长 超重 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海上重器 都必须靠它来完成长距离运输 星光滑轮 中国自主建造 载重十万吨 是全球第二大半前船 团长高正汉 正在根据天气预报 确认装载计划 这个流浪比较小的 就这么一个窗口 后面的话就拖好几天 不知道哪一天 但是往后都没机会 天气预报预测 十五个小时后 海上风力将达到七级 无法进行装载 留给高正汉的最佳装载时间 只有十二个小时 装载开始 新光滑轮半前船 要像潜艇一样 下潜到二十四米吃水 等待拖船 将希望六号 拖至甲板上方位置 完成海上固定 接下来 新光滑轮甲板上浮 与希望六号底盘对接 像叉车一样 将希望六号拖起 此时 风浪洋流的任何变化 都很可能会影响到装载 而装载的最大难度在于 希望六号的底盘很特殊 留有石油管道接口 这要求海上叉车 与希望六号要精准对接 在海水中操作 难度堪比飞机的空中加油 装载过程 不能有任何磕碰 两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 这个巨大的八角形木敦阵 由680块木敦 2000块脚缸组成 摆放位置 全部经过精密计算 是专门根据希望六号的底盘设计的保护之作 这个海上叉车开始下降 希望六号驾驶舱内 工作人员要通过压载系统 配合半前船 随时调整姿态 新光滑方向开一下前面的池水 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刚才条件 是前面22.77 后面22.02 70公分的驾驶 拖轮将希望六号拖运至新光滑轮上方 揽绳八字交错 将希望六号的圆筒型船身牢牢锁定 防止偏转 甲板上浮 此时希望六号必须根据海流风速 随时调整姿态 水下对接的鱼量仅有15厘米 两船必须精确配合 我这车已经起来了 最后这个脚 停车 向右 我保证一点点速度往前走 前面脚往我从地方往 用时十小时 希望六号装载完成 半前船是体现一个国家海洋装备 运输实力的战略型装备 今天中国的半前船总数已达25艘 覆盖2万吨到10万吨所有级别 位居全球首位 甲板上 英国业主正在记录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中国制造并乘运 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超级装备 他们看重的正是中国海工装备的制造与高端运输 双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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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unit ever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in China has major challenges to meet the standards as wel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difficult for all parties however working together we've managed to design and deliver a very very high quality unit 运输 是一个中枢作用的部分 因此海洋和海洋工程装备和传播产业 必定会向这么一个大的运输服务体系逐步拓展 既发展经济 发展技术 也给整个社会的发展 带来无穷的驱动力 做完最后的加工 大船向英国西部群岛进发 从远洋运输服务到远洋科考探测 中国远洋装备的制造能力正向全产业链延伸 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远望7号远洋测量船 已经为天舟一号的发射立下赫赫战功 这艘大型测量船装载有947套科研设备 是国际一流的海上科学城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已经31次赴南极 6次赴北极 执行科考补给任务 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记录 中国自主建造的 21000吨极地冰区大型模块运输船 可以在零下55度工作 面对1.9米的冰层 仍能保持五节航速 使世界特种船领域里 极具竞争力的运输类船舶 助力中国舰队远洋航行的 还有这些大家伙 这是全球海洋运输的 旗舰船型 可以装载2万个标准 集装箱的巨型货轮 这艘海上巨无霸 有24层楼高 甲板面积有24个游泳池大 所有集装箱 交由单列火车乘运 长度可达147公里 编号为852C的部件 正在吊装 它是集装箱货轮的 首部分段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往哪跑点 一万多平方米的露天仓库 这些都是等待吊装 搭建仓库用的大型部件 总共有420个 它的建造精度标准 远高于其他海上货轮 船体内 另一项高精度要求的工作 正在进行 甲板上23列 每列有11层 舱内21列 每列有11层 所有箱位 都必须用安装架逐一测试 要保证2万个集装箱 每一个都精准装入箱位 误差标准仅为5毫米 深夜11点 工程师们正在调整测量设备的数据 这是测量尾轴中心点的最佳时间 尾轴首尾基准点长达68米 工程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要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 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5度 这是确保船体各部位温差不超过3度的绝佳温度 工人们在船尾基准点上安装照光镜 再将两个中心带有镜片的十字型装置 固定到尾轴管的首位 赵光镜与两个十字型装置的中心点 必须完全重合 这些独特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完全由中国工程师研发创造 30多年的造船经验 已经帮助中国工程师们 成功建造了50多艘大型船只 今天中国自主建造的 两万标准集装箱船 已经达到20艘 拥有30%的全球份额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 作为世界造船大国 中国的船舶订单量 建造量 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三大指标 世界第一 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 95%以上 中国人都能造 这是全球载货量最大的 40万吨级矿砂船 中国制造 创造了全球铁矿石阶线的 最快记录 LNG船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只有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建造 这是世界第一艘4000车位双燃料汽车运输船 确立了中国造船业在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船型领域的领先地位 阳翻碧海 挺进深蓝梦正越来越近 以海复国 以海强国 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正拥抱深蓝 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 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兵试开采正在进行 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兵 地球上可燃兵的储量 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 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 天然汽水合物开采出来 是一个世界难题 压叉变化情况怎么样 有些活动 但是我们工程要控制一下 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压叉 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 控制好压叉 就能阻止海底泥沙涌进产气管道 此前日本的试开采就是因为压叉控制不当 被迫在第七天终止 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兵 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 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 这座长一百一十七米 高一百一十八米 自重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吨的深海巨兽 名叫蓝经一号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三千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井深度一万五千二百四十米 这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 能够确保十二级飓风下 开采过程依然平稳 安全 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答件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可燃兵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六十天 产气总量超过三十万立方米 产气时长 产气总量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向祖国之地 向祖国之地 蓝经一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 设计建造最高水平 从建造之初 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蓝经一号大合拢工程的关键节点 蓝经一号上半部船体 重达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吨 相当于三十二架空客A380的重量 能够钓起它的 只有全球其重能力最强的泰山钓 泰山钓 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 高一百一十八米 设计提升重量高达两万零一百六十吨 提起整个蓝经一号的上船体 毫不费力 十四个小时 蓝经一号上下体合拢一步到位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最快捷的大合拢方式 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 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坤 中坤 有没有阻挡 没有阻挡 可以继续前进 今天 工程师将在码头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 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 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进行精准确认 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八个 它们推力的大小完全靠计算机 根据采集来的风力 洋流等参数 自动计算并控制 是确保蓝经一号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 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 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 黄点起十二里 这是全球范围 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 过去 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 仅安装费就需要一千多万元 现在 中国工程师把安装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 保证精度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生产经理常常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 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 这是一次跨系统跨行业的大协作 我来这已经九年了 九年前 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 那么现在逐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 这个是发自能心的由衷的自豪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十年前 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 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 现在 不仅能够自己制造 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 深海 海洋大国都在竞相开发的领域 海平面一千米以下 蕴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 全球30%的生物生活在海底 全球40%的油气资源 未来也将来自深海去 谁能率先拥有深海重器 谁将赢得属于未来的先机 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 即将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前往南海 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 深海勇士号长9米 高4米 重20吨 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 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能确保潜水器在4500米的水下 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 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 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 稍有松动 极易发生短路 一百多个固定点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需要认真把关 此前 全球只有日本掌握 磷酸铁锂电池在潜水器上的应用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五年前 中国取得了突破 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 材料工业水银等各方面的对象极致 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系统调试一切正常 深海勇士号即将启航 中国南海 海平面下4500米 是深海勇士号的目标 深海4500米 是海洋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率先拥有这个深度的勘探能力 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此前 全球只有美国 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 拥有4500米载人生前技术 通讯已经建立 正在进行水平检查 整个下潜需要90分钟 探索1号 深海勇士号的母船 湖镇和团队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 进行实时监控 每突破一米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叶聪 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 他和团队曾创造过在人身前 7062米的世界纪录 但挑战水下机械壁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 还是第一次 此前也没有国家进行过类似试验 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球形舱 深海勇士号的大脑 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 操作归程 叶聪早已了然于胸 机械壁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 为取样做准备 机械壁长两米 由六个关节和一个手爪组成 可以轻松抓起六十公斤重的物体 深海4500米 潜水器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每平方米被4600吨的重物压着 海底洋流 地质形态 都会对机械壁的稳定操作造成影响 机械壁抓取目标出现了 这是深海生物海绵 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 抓取过程 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 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 海底洋流涌动 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吹走 机械壁需要迅速将它放入 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 这根黑色的摇杆 控制着舱外机械壁的每一个动作 潜壮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不同的力道 抓取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又抓住一只海星 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 这次海事 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六种海底标本 收集到四百多项珍贵数据 舱面人员注意观察瞭望 在那出来了 前期已经出来了 连续作业六个小时后 深海勇士号终于浮出水面 六个小时 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载人潜水器 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 创造一个新级录 可以 泼水里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 每盆水队友们都混入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这一口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 这一口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 深海勇士号四千五百米成功海事 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 由集成创新 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 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 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 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完成深海观测 最大下潜深度六千三百二十九米 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记录 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完成了第一百五十八次试验性应用下潜 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深海一万一千米 马里亚那海沟 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成功到达海底 到2020年 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更深 更广 更远 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 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加快迈进 中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世界有近四分之一的贸易额在这里发生 每年中国90%的对外贸易要通过海运完成 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枢纽 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大港口 中国已经拥有七席 中国的一吨大港有34个 万吨级博位2300多个 形成了环渤海 长三角 东南沿海 珠三角 和西南沿海五个港口群 然而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 如此众多的大港中 真正的天然深水两港 数量非常稀少 疏通航道 俊身博位 中国依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海上利器 上海恒沙 中国自主建造的 舒骏船天极号正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 天极号每天都要在这条深水航道上 连续工作20个小时 来保障每年2000多艘10万吨级船舶 自由进出航道 天极号工作的区域是长江黄金水稻的咽喉 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核第一 每年这里都会有4.8亿吨的泥沙淤积 形成长达60公里的蓝门沙水域 是通海航道的一大障碍 300多米宽的航道上 10艘天极号这样的舒骏船 正在同时进行清淤作业 看点压力啊 看点压力表 船体开始固定 作业时 40米的钢桩首先抬起 插入30米深的江底 将船体牢牢固定 随后直径2.8米的脚刀头 飞速运转 将板结的泥沙切削搅碎成泥浆 脚刀头是天极号的铁齿钢牙 每转一圈 脚刀头产生的力 可以将两厘米厚的钢板轻松击穿 每次作业前 刘朝都要检查脚刀头 换下磨损严重的脚刀尺 54个脚刀尺 采用特殊的耐磨钢材料 强度是普通钢的两倍 无论是脚刀头特种钢的研制 还是脚刀尺切削角度的设计 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 这种大型输菌装备 十年前中国还必须依赖进口 现在中国不仅能够自主设计制造 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通过与船体相连的排泥管 将泥沙水混合物输送到六公里外的恒沙海岸 每天输菌船清理出的泥沙 可以填满100个标准足球场 排出的淤泥 经过沉淀 地基处理等工序 将填住成全新的陆地 恒沙工程 这是中国滩土整治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边是前两年沉降 你看都已经长得都是草 那边都有点树了 刘超的脚下就是恒沙岛 每个月他都会来这里观察土质的变化 过去十年 52平方公里的恒沙岛不断扩大 2020年 这里将形成一个105平方公里的新区 上海第二个浦东 将从这里拔地而起 因为天海 它是个人这个能力来抗拒这个大自然 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实现了 真的是可以天海了 依靠强大的输菌装备 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田造陆工程的国家之一 黄华港 25艘输菌船 只用了11个月就输菌了1.2亿立方米的航道 这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输菌奇迹 天津港 全球最大的人工深水港 60多年的连续菌挖 新造陆地超过100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曼哈顿 南海面对海底的坚硬岩石 造岛神器天津号作业能力惊人 它能以每小时4500立方米的挖掘速度 将泥沙排放到6000米之外 每天能挖掘数万立方米海底岩石 中国的年输菌量 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 输菌总量世界第一 从输菌大国向输菌强国迈进 中国还必须拥有更多的装备力气 这艘天津号是亚洲最大的较西输菌船 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140米长 9米高 输送功率世界第一 注入江水 吊起闸门 天津号将正式启航 作为新一代输菌船舶 天津号将成为全球输菌市场 最有竞争力的重型装备 就在天津号试水的同时 2000公里外 另一个巨型特种船舶装备 也即将接受一次极限工况的挑战 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排水量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它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他身上 凝结着过去数十年 中国桥梁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 这是一次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 林明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 正在对他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重六千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三十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六千吨的最终接头 整个吊庄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的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 每根吊带长一百二十米 直径四十厘米 由十四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菱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一点二万吨重物 并做三百六十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七六千多吨东西去这么转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之前去装 林明他们这次安装的难度极大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对接时水下安装余量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推力 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 需要振华三菱保持绝对平衡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梦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90度旋转 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17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接头精准着床 对接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 另一端是2.6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 发展这么多力 过去看工程 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港珠澳大桥 你要得到这样一个阶段 就要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 能够干成 观念有点变 不是过去有什么用什么不做 而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干成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 新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 位居世界第一 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国之重器助力下 磅礴声发的海上建设 正在谱写壮丽的时代划张 中国的船部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属于世界第一流 已经形成了 从事高级所船部海洋工程装备 研制的世界一流的能力 正在向全球海洋工程装备的 中高端进化 加快海洋强迫建设 造船强迫建设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也是人类的蓝色粮仓 作为海洋大国 全世界海洋养殖业 百分之六十在中国 每年中国的海产品 为中国人提供着三分之一的优质蛋白 怎样让百姓吃上绿色 安全放心的海产品 让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同样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烟台长岛 这里的四万名渔民 世代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生 2018年夏季 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大工程 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代海洋牧民 鱼胶制作工厂 工人们正在组装的这个金字塔形的设施就是鱼胶 未来海洋牧场的草场 夏季到来前 数以百季的塔形鱼胶 会在长岛海域大规模投放 每个鱼胶长宽7米 高3米 不同大小的水泥圆盘 通过长条水泥柱串联 可以将单体鱼胶表面积 扩展到近126平方米 投入海底后 海藻可以大量附着 配合鱼胶自身形成上升的导流效应 为鱼群卷起大量食物 多个鱼胶在海底密集铺设 将构成鱼群聚集区 充足的食物和复杂的结构 形成鱼群繁殖栖息的庇护所 通过水下侧身仪 对海底进行区域高度测量 工程师刘敬杨彦 可以清晰地了解海底地形的走势 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点测 然后这个高度差 比如说这有坑 这有山 这有坡 或者是这 这有什么特殊的地形 我这是可以记录出来的 他们要在海底找到一个平缓区域 铺设鱼胶 以达到聚荣鱼群的最佳效果 长岛海岸的平台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正在为海洋牧民 装饰他们未来的家 这是全球第一个民用海洋牧场平台 也是海洋牧民们海上的移动帐篷 未来 它将固定在鱼胶上方 与鱼胶共同构成完整的海洋牧场体系 经理卢晓 正在测试平台升降的同步性 四根巨大的庄腿 是海洋牧场的定海神针 升降过程中 四根庄腿必须保持同步 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 完成今天的测试 鲁晓胸有成竹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 这两边即将高度拍子看不出来了 过去十年 鲁晓他们已经建造了 二十多座大型海上钻井平台 将完全可以媲美军工装备精度的液压装置 用于民用装备 他们有着丰富经验 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海洋牧场平台 即将从这里驶向三十海里外的海域 一百组鱼胶同时到达指定海域 再过几个月 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机 更加尊重生态 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 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 焕发活力 这是中国最大的海水氮化工程 每三吨海水可以提取两吨氮水 比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海水氮化系统 利用率高出33% 这是全球第四大潮汐发电站 能利用潮水涨落双向发电 是世界最先进的潮汐发电工程之一 这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厂 154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482兆瓦 每年的发电量 可供30万户城市家庭使用一年 开发建设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还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来支撑 放眼世界 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运强国 中国的船队综合运力 已经达到2.46亿载重吨 位居全球第三 散货船队 邮轮船队和集装箱船队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前三的行列 这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座 福氏生产储泄油平台希望六号 为英国公司定制 总装完成后 这个储油能力高达4.4万桶 18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即将启航 前往一万四千海里外的英国 希望六号没有自航行能力 需要用船拖带 小型拖轮不足以支撑万里航行 必须使用这种专业特种运输装备 半潜船 半潜船有点像海上插车 可以把希望六号拖运远航 海上平台潜艇 这些超长超重 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海上重器 都必须靠它来完成长距离运输 星光滑轮 中国自主建造 载重十万吨 是全球第二大半潜船 船长高正汉 正在根据天气预报 确认装载计划 这个流浪比较小 就这么一个窗口 后面的话就多少几天 这个哪一天 但是往后都没机会 天气预报预测 15个小时后 海上风力将达到7级 无法进行装载 留给高正汉的最佳装载时间 只有12个小时 装载开始 新光滑轮半潜船 要像潜艇一样 下潜到24米吃水 等待拖船 将希望六号拖至甲板上方位置 完成海上固定 接下来 新光滑轮甲板上浮 与希望六号底盘对接 像叉车一样将希望六号拖起 此时风浪洋流的任何变化 都很可能会影响到装载 而装载的最大难度在于 希望六号的底盘很特殊 留有石油管道接口 这要求海上插车 与希望六号要精准对接 在海水中操作 难度堪比飞机的空中加油 装载过程 不能有任何磕碰 两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 这个巨大的八角形木敦阵 由680块木敦 2000块脚缸组成 摆放位置全部经过精密计算 是专门根据希望六号的 底盘设计的保护之作 这个海上插车开始下降 希望六号驾驶舱内 工作人员要通过压载系统 配合半前船 随时调整姿态 拖轮将希望六号拖运至新光滑轮上方 缆绳八字交错 将希望六号的圆筒型船身牢牢锁定 防止偏转 甲板上浮 此时希望六号必须根据海流风速 随时调整姿态 水下对接的鱼量仅有15厘米 两船必须精确配合 我现在车已经起来 你最多这个脚 停车 站右 我保证一点点速度往前走 前面脚我从地方往 用时十小时 希望六号装载完成 半前船 是体现一个国家海洋装备 运输实力的战略型装备 今天中国的半前船总数已达25艘 覆盖2万吨到10万吨所有级别 位居全球首位 甲板上 英国业主正在记录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中国制造并乘运 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超级装备 他们看重的正是中国海工装备的制造与高端运输 双重实力 这个第一次建设和制造的成本 在中国所建设的是伤质的问题 判定的风格 设定的预定额是一番难的 为全国公司 however 合作与组续 成本地共用平均高伤的价值 它是带预设的 作用的部分 因此海洋和海洋工程装备 和船舶产业 必定会向这么一个 大的运输服务体系 逐步拓展 既发展经济 发展技术 也给整个社会的发展 带来无穷的驱动力 做完最后的加固 大船向英国西部群岛进发 从远洋运输服务 到远洋科考探测 中国远洋装备的制造能力 正向全产业链延伸 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 远望七号远洋测量船 已经为天舟一号的发射 立下赫赫战功 这艘大型测量船 装载有947套科研设备 是国际一流的海上科学城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已经31次赴南极 6次赴北极 执行科考补给任务 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 多项新记录 中国自主建造的 21000吨极地冰区 大型模块运输船 可以在零下55度工作 面对1.9米的冰层 仍能保持五节航速 是世界特种船领域里 极具竞争力的运输类船舶 助力中国舰队远洋航行的 还有这些大家伙 这是全球海洋运输的 旗舰船型 可以装载2万个 标准集装箱的巨型货轮 这艘海上巨无霸 有24层楼高 甲板面积有24个游泳池大 所有集装箱 交由单列火车乘运 长度可达147公里 编号为852C的部件 正在吊装 它是集装箱货轮的首部分段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往哪跑点啊 一万多平方米的露天仓库 这些都是等待吊装 搭建仓库用的大型部件 总共有420个 它的建造精度标准 远高于其他海上货轮 船体内 另一项高精度要求的工作 正在进行 甲板上23列 每列有11层 舱内21列 每列有11层 所有香味 都必须用安装架 逐一测试 要保证两万个集装箱 每一个都精准装入香味 误差标准仅为5毫米 深夜11点 工程师们正在调整测量设备的数据 这是测量尾轴中心点的最佳时间 尾轴首尾基准点长达68米 工程技术人员要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 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5度 这是确保船体各部位温差不超过3度的绝佳温度 工人们在船尾基准点上安装照光镜 再将两个中心带有镜片的十字形装置 固定到尾轴管的首位 照光镜与两个十字形装置的中心点 必须完全重合 这些独特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完全由中国工程师研发创造 30多年的造船经验 已经帮助中国工程师们 成功建造了50多艘大型船只 今天 中国自主建造的2万标准集装箱船 已经达到20艘 拥有30%的全球份额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 作为世界造船大国 中国的船舶订单量 建造量 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三大指标 世界第一 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 95%以上 中国人都能造 这是全球载货量最大的 40万吨级矿砂船 中国制造 创造了全球铁矿石阶线的最快纪录 LNG船 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只有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建造 这是世界第一艘4000车位 航迹 在下级大国重器中 我们将走进万物互联时代 这是中国海兰企业首次冲击1000公里海兰铺射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7纳米芯片克什机 加工精度的重复性和均匀性 达到发丝直径的十万分之一 这是中国第一条柔性瓶生产线 厚度仅为0.03毫米的柔性瓶正式量产 从普瑞5G通讯技术